很多人就像一個屁孩一樣 以為自己是個境外分子 就可以去到人家的土地 當個美食公道婆啦 所有人家東西難吃啦 喔 態度還超派 蛤 蔡阿嘎下次不要再這樣子了 創作者是願意為了重要的事情 四處奔走的 對不對 像愛麗莎莎 她願意為了拍片 飛去韓國 Joeman願意為了開箱豪宅 飛去西雅圖 但是他們今天都不願意來到這裡 感謝走中獎辦在高雄 我想要問大家一個問題 你們到底是誰 我一個都不認識 你們每個都長得像茶碗珍一樣 很難得可以看到一個典禮 你認識的人比金英獎還要少 接了這個表演 真的是我今年接過最大死缺 你知道嗎 去年賀瓏多好做啊 大家都出事 出事大家又會來 今年大家都沒出事 出事的又不來 這什麼 等一下等一下 這煙火不是20分鐘之後才要放嗎 出大包了啦 太丟臉了吧 我的天啊 好險這是走中獎 不是什麼真正重要的典禮耶 要是國慶之類的那完蛋了耶 創作者 無論長短影片全都是垃圾 創作者 開店賣客粉絲當作韭菜歌 創作者 出國炫富但是懶得來到這 創作者 喊淚哭窮個個卻都開名車 噢噢噢噢心 這個就是未來的影音創作啊 所有創作者都跟風跳什麼求佛啊 我姓時啊 他說喔我是創作者 我是藝術家我在創作 拜託 拿別人東西然後重拍一次 這就叫創作啊 誰教你的啊 老高嗎 我唯一可以接受的二創 就是瓶子跳電臀舞 感謝你 那個是我認為今年最偉大的作品 謝謝 等一下這有點敏感是不是 等一下我講這種話 木耀會生氣嗎 應該不會吧 他們也沒剩多少人可以生氣了 瓶子穿短褲是差點走光 木耀員工是真的走光了 今天太多優秀的團體 解散的解散 停跟的停跟 為什麼今年會有停跟潮 答案很簡單吧 就撈夠啦 群人就撈夠啦 視網膜就撈夠啦 眼肉牙就撈不夠 跑去百靈果繼續撈嘛 那所有停跟的人裡面 我最喜歡的 還是瘋男的陳輝 被動停跟 他頻道被砍嘛 但大家知道一件事嗎 陳輝姓畫 他的頻道真的畫陳輝耶 好 好